别以为这是一头威武的雄狮 实际上它是一头雌狮 虽然它长有雄狮标志性的棕毛 但却是彻头彻尾的雌狮 它也是狮群中的二椅子 所谓的二椅子 就是借重在雌雄之间的椅子 它不光长得像雄狮 言行举止也是一样 它会发出吼声 相较于其他的雄狮 更加低沉 更富有雄性气概 在非洲的大陆上 据估计有五头这种雄性化的雌狮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雌狮变成这样 科学家至今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解释 不过 这头雄性化的雌狮 在狮群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有这样的一头雌狮生活在族群里 会让其他的狮群误以为 他们族群里面生活着不止一头雄狮 这样的战力让其他的狮群不敢轻举妄动 从而提升他们狮群的生存机会 或许这也是狮群的一种变相计划 自然界中族群之间的争斗较为残酷 这是生活在巴拿马的僧茂侯 他们族群之间为了争夺领地 经常以性命相搏 事实上 僧茂侯同类之间造成的伤亡 比他们的天敌还多 族群的新王关乎着每一个成员 这一点无庸置疑 只是某些族群的争斗十分危险 而且稍有不慎就可能会挂掉 那么究竟该怎么办呢 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摸鱼 这是他们在长期争斗中 唯一能够想到的一个折中的办法 僧茂侯的摸鱼 就是在族群的争斗中出功不出力 科学家在研究僧茂侯的过程中发现 在族群遭到入侵的时候 首领和一些激进分子会第一时间赶到 而几个别的猴子虽然也会赶到现场 但是他们更喜欢远远的观望 并且密切关注战局的动向 一旦风向不对 下一秒可能直接闪人 如果战局有利我方的时候 他们就会厌杀过去 以撞几方生势 这样的方法可以有效地让他们规避风险 但是却需要对冲突的局势做出精准的判断 一旦出现错误 就会被我方或者敌方抱锤